日本跟臺灣 我們來流口水 為什麼呢 日本好像說 華為MATXT 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們買不到啦 這很大缺點 我覺得這太大缺點 這缺點很大 這大缺點對不對 然後還說大概什麼 十月二號 他們有一個那個 什麼新品發布會 還用這種八角形狀 不過看起來就是也不會 在這個海外發售這個吧 所以他們說大缺點就這個 這個當然超級大缺點 買不到是最大缺點 現在幾百萬人在排隊 五百萬人 對啊 不想排到哪一年啊 好羨慕賴老師莫到 還有請教官 這個這種人不過意思 只是讓我們吃醋 嫉妒而已 留口水 對啊 這一次的科技產品的競爭 很明顯的 Apple的這個蘋果的iPhone 走錯路線了 iPhone一直在動不動 都強調 你看最近都強調 哎呀 我的晶片是三奈米的 誰在乎 這個我裡面有所謂 Apple Intelligence 可以直接連上Chimp GPT OK 很炫對不對 然後華為強調是什麼 強調是我三折 而且啦 這個三折有這麼薄 對 然後我三折了以後呢 我的電池呢 續航 續航力很強 對 散熱力很高 我就不得不問蘋果一句話 你到底懂不懂消費者啊 對啊 因為蘋果很炫耀 我這有六種顏色 新的顏色隨便你挑 被說那個醜的 跟那個垃圾袋也很像 我們暫且不要說醜不醜 現在有誰買了手機 不買外殼的 對 買手機不買外殼的舉手 而不是舉手加一 在下面留言 為什麼外殼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女同胞們 很喜歡弄一些亮晶晶的東西啊 對對對 你不可能有一種手機的機殼 可以趕得上那個外殼的裝飾嘛 沒有人在用裸機的啦 沒有現在已經沒有了嘛 那他強調這個幹什麼呢 而且華為很聰明 聽到吃了吃兩款 黑的跟白的 那個黑的很有高機感 然後呢 這個你看這個也很有高機感 那拿起來被說皇帝驟章 對啊對啊 可是我這樣華為 那個華為會使得 那個做外殼的廠商 面對很大的挑戰 對 他要做三折外殼 對啊 所以不管如何 這一次 蘋果徹底的失敗 蘋果的股價不漲反跌 對 那華為因為沒有上漲 可是你看那個人潮知道 這個華為的這個 精神已經回來了 聽說上半年 他的營業額獲利不少 對對 這個還沒有加上這一款手機 沒有 因為他 整個蘋果都 我忘了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買汽車 有些汽車廠動不動地強調說 我速度從0到100 我加速是0點幾秒 對 有的車廠講說 我這個駕駛座上面 後座有按摩椅 請問你買哪一種 我當然買有按摩椅的 因為我們是要舒服啊 那個0到100 不是 你什麼時候用到0到100 很少很少 又不是天天去尬恰 對啊 那你在華為說 好不好 你以前是5奈米 現在是3奈米 對我們絕大多數消費者 是沒有感覺的 對 沒錯 用不著 那你強調外殼 大概用不著 你強調這什麼 Apple Intelligence 大家覺得還好嘛 對啊 所以他就沒有創新 而且就是他自己認為的創新 又在消費者的心中 根本贏不起波瀾嘛 就像有一首歌 作者覺得 哇好好好 到外面消費者一聽 也不怎麼樣 取高核掛 對 搞不好取低也不核掛 你看 你看被唱出來 華為就不一樣嘛 對 華為不一樣 而且熱度不減 那尤其是日本在那邊哀嚎 台灣真的也是 台灣買了這個華為 被說限制一堆 你看就是因為這些 那個貿易壁壘 或者是圍堵的方式 才有可能讓蘋果供權掠地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華為 剛剛我們蔡生博士說 這個不厚啊 你看跟三星比 你看三折跟兩折比 不是差不多嗎 比你還要薄咧 更別說Mate XT 它其實有AIA的功能 什麼顧問這些 還可以修圖 人家也不錯 Mate70其實比較沒有那麼貴 那它有很多AI 是值得大家期待 Mate70好像還沒出來 還沒出 11月 因為要跟純血鴻蒙 一些相連 大概11月 不管怎麼樣 它AI 你說你很厲害 但是人家是實用面 這些不是都很重要嗎 那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委員AI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 Google前大中華區的總裁 李開副 他說了一個話 他說中國大陸AI的模型 或許比美國開發的模型 落後半年 他說大概半年 但是App的部分 起飛更快 意思就是我們追得很快 尤其App 大家都用App 那模型我們不能不諱言 因為美語還是全世界話語權很強 李開副可能這段話 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種AI的模型 它不是一種模型 是很多種模型 有通用模型 有這種專用模型 就是專門對某一群人 或者專門做在某種用途的 這種專用模型 所以只要App也都是專用模型 那通用模型 那什麼數據中心 那很龐大的 所以才需要用什麼切的GBT 多打數據中心一天 那算多少次啊 不斷地去擴張他的資料庫啊 那請問你 我就是個普通消費者啊 你說我用的啊 我又不要做火箭發射 我用科學發展對不對 我不需要啊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有些比如說 醫生他用醫療方面的 你是媒體 然後這個主持人 你用你這個傳播方面的 所以中國的App 代表中國的專用模型 會飛躍成展 其實不用他講 中國的專用模型 早就超過美國了 什麼盤古的氣象大模型啊 什麼聽說還有盤古的中醫大模型 中醫師看病 更方便一點啦 這種叫做專用模型 那沒有錯啦 中國的通用模型 像現在GBT 中國是真的可能落後了半年 但是中國不是去搶這個市場 中國要搶的是什麼 智慧汽車駕駛的AI模型 那個中國大都厲害了 對對對 這個目前中國大陸啊 對比到這個美國的特斯拉 毫不遜色 其實毫不遜色之外 還彎道超車 其實也沒有 都要同一個起跑點 好那不管怎麼樣 AI這一塊呢 中國大陸不會輸 而且半年追得很快 你不要真的以為半年 那追快一點就超過了嘛 好那你看AI的這一塊呢 就會攸關於像是NVIDIA 輝達英偉達這一塊 美國政府傳出來說呢 要批准 揮答向沙特出口最先進的晶片 就是H200 我們之前在介紹 深層910C 也許已經對標H200或H100了 然後沙特 之前就被美國說什麼 沙特啊 取得晶片之後 就會幫助中國大陸開發 AI模型等等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件事情引發了市場 很大很大的討論 因為接著呢 NVIDIA就大漲8% 費神半導體也漲 台積電也漲 標普500也漲 因為現在NVIDIA就是整個科技界的龍頭 它的這個晶片的銷售量 注意到晶片不是台積電製造 但還是輝達在銷售 是啊 他賺最多 他設計他銷售 他只是委託台積電代工而已 輝達他的營業額 本來美國人是想要一再的打壓 可是他們發現到說 沒打壓輝達的時候 不管說反壟斷調查 不管說禁止他賣到中國大陸去 都會使得輝達的股價下跌 然後帶動美股 科技股 全部哗啦哗啦 就像中國那個什麼 馬蹄搭搭搭 黃河水哗啦啦 往下一支滑 股牌啦 美國政客受不了 所以他想一想 哎呀這個得不償失 可是面子又掛不住 那這樣算是好了 好了沙特買了 因為沙特想要發展數據中心 沙特想要發展晶片設計 因為沙特的王鼠很大的野心 要搞什麼未來層啦 要利用他現在的財富 把沙特做高度的產業轉型 不要老是靠石油吃飯 他是有這麼一個想法 那現在工程不是中國在幫他做嗎 他如果做數據中心 他能夠找到的科系人才 同來找 阿拉伯數據國家這方面比較少 人口也少很多 那知道什麼 一定從中國找的嘛 從中國找的話 中國的接觸到你全世界 NVIDIA各種型號的這種晶片 那甚至哪還可以轉口貿易 就到深圳去了 我剛才講了一個大白話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對中國好就好了 回答也好啊 對美國股市也好啊 美國就是這樣 明明就是要開放給中國大陸 不敢直接開 哎呦他的面子掛不住 轉一個彎賣給沙特 你們沙特賣給誰 裝作不知道 對啊就沙特的市場上 跟台灣的光滑市場 轉到那裡去就知道 好啦謝謝美國 有點放寬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 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 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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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